欢迎收看房地产全民测验 房地产全民测验是全新计划的节目 希望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让你快速吸收房地产资讯 我们精心设计20道题目 每题5分 来测验看看你对房地产究竟了解多少 测验开始 请问台湾高铁第一阶段 全线正式通车是在西元几年 时间到台湾市D2007年 你答对了吗 台湾高铁是台湾第一个采用BOT模式的公共工程 建设成本约新台币4500亿元 台湾高铁于2007年1月5日市营运 2007年3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 请问目前台湾高铁总共有几个车站 时间到台湾市D2007年 你答对了吗 目前台湾高铁从北到南 车站依序为南港台北板桥桃源新竹苗栗台中 彰化云林嘉义台南以及左营 总共12个车站 总运量已突破6亿人大关 请问台湾高铁从北到南 目前总共有几个高铁特区呢 时间到答案是D8个 你答对了吗 目前台湾高铁从北到南 依序有桃源清浦 新竹六家 苗栗厚荣 台中乌日 彰化田中 云林虎尾 嘉义太保 台南沙轮 总共8个高铁车站特定区 总面积广达2338公顷 大约是15个信义计划区那么大 请问在全台八大高铁特区里 哪一站的高铁特区面积最大 时间到答案是A 桃源清浦 你答对了吗 桃源清浦高铁特区位于中立区和大园区的交界 面积广达490公顷 计划人口约6万人 是全台八大高铁特区里 占地跟规模都最大的重化区 其次为云林虎尾高铁特区的422公顷 第三名则是新竹六家高铁特区的309公顷 至于其他五个高铁特区 面积都不满300公顷 请问下链哪一个高铁特区境内拥有奥泪和影城 时间到答案是A 桃源清浦 你答对了吗 桃源清浦高铁特区内拥有华泰凹类 星光影城 八景岛水族馆 以及全台最大的IKEA门市 成为集交通住宅观光 休闲与购物余生的娱乐城 请问下链哪一个高铁特区 是以智慧绿能科学城作为发展的愿景 时间到答案是D 台南沙伦 你答对了吗 为了推动绿能产业与智慧城市的应用与发展 行政院在2018年成立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地点就在台南沙伦高铁特区 区内设有会展中心 绿能研究中心 绿能示范场域 以及包括中研院 博实院 工研院 合研所等单位 请问下链哪一个高铁站没有捷运路线通过 时间到答案是B 新竹站你答对了吗 目前高铁桃园站 台中站以及左营站 分别拥有机场捷运 台中捷运路线 以及高雄捷运红线设站通过 只有新竹站目前没有捷运线 请问下链哪一个高铁站 没有台铁路线通过 时间到答案是A 桃园站你答对了吗 目前高铁新竹站 台中站以及左营站 分别拥有台铁六甲站 新乌日站以及新左营站共够 只有高铁桃园站 没有台铁路线通过 请问高铁向南延伸 升到屏东段 目前请向设站在哪里 时间到答案是A 六快错车站 你答对了吗 根据铁道局资料 目前从高铁台北站 到左营站约94分钟 转达台铁到屏东站 约30分钟 总共124分钟 高铁向南延伸到屏东后 从台北站到屏东六快错车站 只要104分钟 可节省20分钟的时间 未来屏东将可大陆 高铁一日生活圈的范围 请问高铁向北延伸到宜兰段 目前请向设站在哪里 时间到答案是A 四层车站 你答对了吗 交通部规划高铁宜兰段 原本以四层宜兰县政中心和罗东 四个地点进行评估 今年8月19日 新任交通部长王国才 到宜兰视察交通建设 位于郊西乡的四层 一月而成为最优方案 中场休息时间 以上实题 您的答题状况如何呢 稍作休息之后 我们继续进行测验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高铁南港站旁 时间到答案是 A 晴天森林 你答对了吗 晴天森林位于台北市南港区 距离高铁南港站 约4分钟车程 本案由雅兴国际 新润新业 鸿富建设 以及海越国际等公司 投资新建 总户数400户 纯住家 规划21到46平 2到3加1房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桃园青浦高铁特区 时间到答案是 A 红浦画世代 你答对了吗 红浦画世代位于 高铁桃园站旁 规划22到31平 主打台湾鸟屋书店 社区选书合作 并导入智慧防疫 智慧家庭 以及绿能社区等设备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新竹六家高铁特区 时间到 答案是C 昆山泱泱 你答对了吗 昆山泱泱 位于高铁新竹站旁 总户数102户 规划54到71平 3到4房 是目前竹北高铁特区 口碑和售价 都双双创新高的建案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台中污日高铁特区 时间到答案是 B 惠宇上河 你答对了吗 惠宇上河 位于台中污日高铁特区 总户数250户 规划30到50平 2到4房 拥有合景 公园 手牌 双景观优势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彰化田中高铁特区 时间到答案是 B 宝宏高铁站 你答对了吗 宝宏高铁站 坐落彰化田中高铁特区 位于即将完工的 四星级饭店旁 为区内第一波 预售透天建案 宝宏高铁站为 三楼前院停车透天 总户数40户 面宽4米5到5米35 深度10米 地平约27到39平 县平约40到51平 四房 适合小家庭与三代同行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嘉义太保高铁特区 时间到答案是 D 清景陵高铁国际城 你答对了吗 清景陵高铁国际城 位于嘉义太保高铁特区 号称嘉义史上最大规模造证案 要打造嘉义最具国际化的 现代高级住宅社区 诉求出站就到家 总户数689户 规划23到38平 2到3房 建议售价 每平25到28万 请问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台南沙伦高铁特区 时间到 答案是D 以上都是 你答对了吗 位于台南市归人区的 沙伦高铁特区 预售新案买气墙墙棍 区内包括 国家墙镑 金月首发 家展大展 远雄迷日站 以及清景陵工元素 等全部乐销 后续还有 合通 春福 华友莲等业者 蓄势待发 接力推案 请问 以下哪个建案 位于高铁左营站旁 时间到 答案是 A 新复发 不爱越 你答对了吗 新复发 不爱越 基地坐落 高雄市左营区 位居高铁左营站前 为地上34层 地标级建筑 规划23到38平 二到三房 目前本案已成为 投资资产族群 谈论的热门建案 请问 最靠近竹科 目前尚未被财团和建商 圈地推案的是 哪一个高铁特区呢 时间到 案是 A 苗栗后龙 你答对了吗 苗栗后龙高铁特区 同时拥有台铁丰富站 北二高 中山高 以及台72快速道路 从高铁苗栗站 搭到新竹站 只要短短11分钟 房价跟竹北高铁特区相比 至少省一半哦 请问 从目前预售住宅大楼案的 开价来看 下列哪个车站旁的 房价行情最高 时间到 答案是 A 南港站 你答对了吗 根据驻展杂志最新的 大台北捷运房价行情图 高铁南港站 以70到110万的行情 超过板桥站的65到82万 而这个数字也远远高过 桃园站和新竹站的 五字头行情 所以南港站 应该是除了台北之外 房价行情最高的站点 以上就是房地产全民测验 您的最终成绩是几分呢 欢迎在留言处留下你的分数 与我们一同热烈讨论 别忘记订阅铸州TV频道 还有按下小铃铛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